据最新消息,王小飞在社交平台上首次发文回应了前期大S结婚仪式,引起了不少网友们的关注和热议。 王小飞在文中写道,之前一直没有过任何回应,是不想自己的私事,占用过多的公共资源。但面对近日的种种风波,许多媒体纷纷致电,发信息给他,以至于影响到了他的生活,所以他才统一进行回复。 对于和前期大S的离婚原因,王小飞则称,我们是和平离婚,和任何人没有关系,大家都开始了新生活,也祝福许细圆幸福。 言下之意,也是指两人离婚,并不是婚姻中出现第三者。 而对于绯闻女友张盈盈,王小飞也是正式回应,否认小三谣言。 她表示,让张盈盈也遭受了很多的武端诽谤,实在感到抱歉,希望事情告一段落,也谢谢大家的关心。 而对于张盈盈和自己的关系,王小飞却并没有正面表示,之前张盈盈就已经发文称不想背锅,并且还回复网友否认小三传闻。 近日,她更是直接怼网友,某网友质问她与王小飞分手很难吗? 张盈盈则迅速回应称,当然不难,她也看不上对方,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更加扑朔迷离。 而对于王小飞和大S的离婚风波,其实也才过去短短几个月。 去年11月,大S通过媒体发表律师声明,表示两人已经决定和平解除婚姻关系,一度令不少网友感到震惊。 当年大S与王小飞相识在安以炫的生日宴上,两人立马就擦出爱的火花,密恋仅20天就订婚了。 大S曾说,当时两人仅见过四次面,还说他们是一见钟情,并预订婚后的次月就扯证结婚了。 那会儿,这对夫妻可谓是爱的火热,不仅在三亚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 婚后的大S还一度暂停演艺事业,破戒开婚,狂吃补身体,为了两人爱的结晶也是很拼。 后来,大S为王小飞生下一子一女,成功升级为四口之家。 之后两人还合体上了综艺节目《幸福三重奏》,大秀夫妻生活去世,还让大S的播瞎论云发了网友的热议。 有些网友觉得大S太作了,也有网友觉得,看得出王小飞平时里很宠他儿子疫情开始后,这对夫妻也是处于北京台湾两地分居的模式。 为了老婆孩子,王小飞也是多次隔离前往看望,但从2021年6月时就被爆出两人离婚的传闻。 当时王小飞回应自己并不知情,到了8月,大S的妈妈则称徐大S与王小飞已和好,而仅过三个月,两人就正式官宣离婚,结束了11年的婚姻。 在离婚后,大S曾被爆一个人在餐厅吃白松露,又在王小飞传出与美女过夜的传闻时回应称, 对我来说都过去了,我珍惜当下,祝福小飞,由衷感谢关心我的所有人。 而在前不久,台媒报道称,大S与王小飞所生的一双儿女的抚养权仍归大S,王小飞目前只有探视权。 紧接着,她就被爆出与初恋男友韩国组合的居俊叶正式结为夫妻。 目前居俊叶已到达台湾隔离,两人很快就能见面。 在大S官宣再婚后,曾有媒体电话联系王小飞,她听到徐希元三个字就匆匆挂断电话,如今突然发文回应,也是表明不再想和前妻有牵连。 以后各自安好即可,不管怎么说,这对曾经备受关注的夫妻现在已经彻底分开,希望他们都能收获幸福吧。 大S和王小飞官宣离婚的时候,很多网友都在恭喜王小飞,他们一致认为大S太难伺候,王小飞终于是脱离了苦海。 但其实说句实在的,这十年婚姻,大S也是付出了很多,王小飞的付出更多是在两地的来回奔波上。 而大S的付出和牺牲,她从来都没说过什么,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,想必她也是不会提离婚的。 婚姻是很复杂的,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,但让我为之感叹的是,王小飞和大S结婚十年,两个人连定居在哪儿都没有搞定,能维持这么久的婚姻,想必也是真爱了吧。 我这篇文章,从另一个角度谈谈大S对这段婚姻的付出,我敢说,但凡是经历过婚姻的女人,他们都会懂得大S的不义。 大S跟王小飞是闪婚,两人从相识到结婚,不过四十几天,一共见了五面,像极了偶像剧的情节,他们初见是在2010年9月。 大S因为拍戏受伤,在北京治疗,他们还是经过安以炫介绍认识的,但是后来也不知怎么地,大S和安以炫访了,这当然都是后话。 大S遇到爱情还是很疯狂的,她自己曾接受采访说,一见到王小飞就想和她结婚生孩子,许是一见钟情的魅力吧。 大S后来也的确嫁给了王小飞,而且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生下孩子,大S生孩子简直是鬼门关走一遭,可她还是坚决生了两个,而且要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,还有可能生第三个,想必也是因为她真的爱王小飞吧。 他们俩见了五次面,就商量着要结婚了,什么都没准备,王小飞拉着大S买了对钻戒,衣服也没换,就找朋友给他俩拍了几张合影,大S甚至连妆都没补,就这么仓促着把结婚大事给定下了。 那时候的他们是火热的,怀着对未来婚姻美好的愿景,所以说一见钟情一定是因为爱情,而且爱的是失去了理智,爱的发了疯。 我们都知道,王小飞跟大S办的那场婚礼,直到现在还是世纪笑柄,那场婚礼简直就跟一场闹剧一样。 可是大S爱的是王小飞这个人,她可以不在乎别人说什么。 对于她而言,遇到爱情,结了婚就行了,情势没那么重要。 结婚之后,起初大S也是住在北京的,但是眼价的她还是多有埋怨,非常不适应北京的气候。 她曾在13年发微博说,自己受不了空中的柳婿,还有就是,北京实在是太干燥了,这也是情有可原的。 你像就是对于我们来说,一个长期生活在南方的女孩子,要是嫁到北方,生活在北方,相必也是受不了的。 我身边也有南方的朋友,说自己不适应北方的天气和饮食。 她生活在厦门,却嫁到了东北。 东北的天气,对于她来说可是一个大挑战,还好她只是跟老公偶尔回老家看看,要是长期生活,估计也离婚了。 大S头脑发热结婚的时候,可能根本就没想那么多。 我们总以为,我爱你可以抵消一切所谓的不是,可最终还是我们高估了爱情,婚姻实在是太复杂了。 她们是不了解对方的,在生活方式上也是南辕北辙。 王小飞很喜欢跟朋友聚会,喝酒,吃烤串,可是大S喜欢安静,她很烦那种烤串和自然混在一起的味道。 王小飞非常喜欢把大S介绍给她的朋友认识,很是炫耀,可是大S不喜欢这些。 王小飞很粗之大叶,情绪上波动也很大,这又是跟大S格格不入的。 除了这些,还有王小飞不过是个伪富豪,大S希望自己找个金龟婿,可是没想到所谓的金城四少,不过是自封的。 还记得王思聪对王小飞的调侃吗?说王小飞不过是裤腰带里有几个刚蹦,你要说大S虚荣吧? 可问题是,当她知道真相的时候,她也没有想着抛弃王小飞,而是跟她共进退将近十年。 王小飞的妈妈张兰是翘江南的创始人。 最高光的时刻是2008年,翘江南成为北京奥运会,唯一一家代表北京的中国餐馆。 之后,翘江南借着这股东风,火速进入一线城市。张兰也如愿进入胡润餐饮榜单第一名,而王小飞担任翘江南旗下的高端会所。 兰会所的管理者,专门接待名流明星,一天营业额最高可达300万。 可是后来,张兰对赌协议失败,翘江南换了掌门人。 从那之后,王小飞跟母亲的事业就开始走了下坡路。 也难怪王思聪层内含大S哭晕在厕所,这下连刚蹦都没了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